好,来,我们来看一看的还是目前户外空气品质的状况 大概是在黄色的普通到绿色的良好范围之内 空气品质事实上也还算不错的 那另外在气温方面来看的话呢 北边没有什么冷空气下来 大概就是下雨时间如果比较长的话 温度就会下降 但是雨都是一阵一阵的 雨过去了以后呢 中间的这个间隔时间呢 温度就往上升 那目前外面的温度 马祖金门澎湖跟昨天比较差不多 台湾本岛这边稍微有一点起伏 但是大部分变化也不大的 那我们再来从地面图看看天气系统变化的情况 封面就停留在台湾的上空了 所以事实上呢 第一个有很多封面的云系就会直接带来降雨 第二个呢 台湾的不稳定度比较高 热力作用比较容易发展 到了下午这种午后雷震雨就会比较明显 往往山区发展起来 然后就会往平地过去了 到了今天晚上的时候呢 封面还在 封面停留在台湾目前来看 跟前几天看法是一样的 大概停留到礼拜五 礼拜六礼拜天下个礼拜一 这三天封面往北的方向 抬上去稍微离开我们台湾 我们的天气会稍微稳定 但是华南这一带可能都还是有水气进来的 各地区还是会有一些震雨或雷雨 到了下个礼拜二 封面又下来之后呢 我们的降雨会再度增加的 那卫星云图看看云层发展的状况 因为封面在 所以在华南或者是东沙岛这附近 一直都有云层在发展 然后往东的方向移动出来 现在这里又有一块云层在发展 那一进台湾的时候 大部分的云层都有稍微减弱 没有说这一大片就直接进来了 但是还是有可能带来下雨的状况 像今天一大早部分地区都还是有出现的短暂雨 当然雨量还是不大的 热力作用发展起来 到了下午可能这种大雷雨的机会就提高了 我们从雷达这边再来看一看 云层发展的情形 海面上面是有很多下雨的云层 但是都在海面 我们看到接近的过程当中呢 有在减弱 直接带来的降雨不多 但是有一些可能还是有进来 北部的部分地区 今天刚刚也有下了一阵雨 另外包括了新竹苗栗这边也是一样的 那南边刚刚看到比较大片的云层 现在已经慢慢移出来 可以看得到了 往这个台湾移动的过程当中 虽然也会减弱 但是也有可能带来短暂雨 从这个雷达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事实上很不稳定 四周围都是云雨区 那今天的白天呢 从北到南各地区几乎也都有下雨 南部这边好像是比较少 但是也有机会碰到短暂雨的 入夜了以后降雨感觉是减少了 但是外面还是有一些云雨区 也带来一些短暂雨 等到明天的白天呢 下雨的范围又变广了 在礼拜四的白天 我们看到通通都是下雨了 那礼拜四的晚上到礼拜五的清晨 南部这一带应该天气有稍微比较稳定 但是呢 差不多在中部以北东部 都还是有下雨的状况的 但是礼拜四的晚上到礼拜五 这个时间封面还没有离开的 那未来这一个礼拜的天气 温度上天气的状况 一直到礼拜五呢 这一个降雨都比较明显 震雨或是雷雨因为封面在 温度的话就我们刚刚提到的 下雨时间一场的话 温度才会有稍微下降的 那到了礼拜六礼拜天 下个礼拜一这三天 封面稍微离开 但是华南可能还是有水气进来 还是会有短暂雨的 下个礼拜二下一个封面再来了 我们的降雨又会增加了 再来看一看 今天各地区详细的天气预报 现在看到的是在北部地区 那今天还是有震雨或雷雨的 高温方面大概来到27度 另外在中部这边也是有震雨 或者是雷雨的 都要注意局部大雷雨 特别是山区下午的时候 高温29度 南部地区也是有些短暂震雨 包括了高雄跟屏東都一样 高温30度31度 东半部来看的话呢 尤其是到了下午热对流发展起来 可能就会往东部过去 基隆宜兰都有机会碰到雷震雨的 本湖近门还有连江 也是有震雨或雷雨 高温大概在25度左右